村里的集体经济刚刚起步 在这最关键的时候 他下乡扶贫的任期已至 这使我们村失去了主心股 恳请各位领导继续派谢书记到我村工作 这是一份由内蒙古自治区阿令朝村村民联名写下的请愿书 57个村民代表按下红手印联名请愿 挽留住村扶贫干部谢良 近日 住院设计者走进阿令朝村 见到了请愿书里的主人公 谢良今年46岁 2015年5月5号 时任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干部的他 主动请应住村扶贫 谈及初衷 他直白地回答 我出生在农村 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带着满腔热忱 谢良来到了阿令朝村 然而这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却令他大吃一惊 谢良回忆 刚到时村里只有104户人家 其中97户为贫困户 老师我用了一个词来描述他的话 叫土房成片 别的荒芒 整个是破了 刚这个上的是上来 我倒是最加税不了一点 就是我们缺从 这个一个厕所都没有 谢良刚住村时 村里也出现不少质疑声 有村民认为 他是走过场 混资里 为了改变村民的看法 谢良走村入户 深入调研 决定先从住房入手 帮村民改善居住环境 按照当时的政策 村民自费1万 再由政府补出10万 就能住上新的砖瓦房 然而大多数人记忆性不高 我们倒是在穷中盖法子 盖法子的话 倒是他压着 他约有的法子 拆掉以后 给他一限量 他的根据 他的扔求计算面前 那么在他的 灭捷范围内 国家逃得多 自己逃得很少 开始了 但是倒是穷中不理解 说这个我都70来岁了 你给我盖上个方法子 我有啥用 所以我呢 就是在家人屋坐着工作 在西凉耐心圈桌下 村民渐渐响应号召 如今村里家家户户 都是砖瓦屋 村龙村贸 也因此得到很大改善 集成特别是农民来讲 那么他呢 这个细光化水平所谢 还有我们学穿的一些东西的 这个事 不对称 信息都不对称 所以农民呢 对很多政策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呢 这个农民呢 就是说落后也好 贫穷也好 我觉得与这个有很大的怨样 所以我想 我来了以后 我能把一些 我们的政策 好的政策呢 学穿给群众 小伙子随属 要是不是公财道给给法 我港帮不可能给出法 给五十来平米的两节法 还有六二法 又胖绝 这不是鱼 你来我多改讲证件 2015年底 羊肉价格大跌 村民的羊卖不出去 西凉意识到 凭借村民自己的力量 很难在市场上取得话语权 于是他就提出了 发展集体经济的思路 因为我觉得 警种负贫呢 我们是给予政策 保住它去发展 有很多层面上 实际还属于 属于属性式的负贫 所以我们要想 达到照选 那么我们有一个 集体经济 那么这样的话 保证我们在 警种负贫之后 从面有持续 往电的这种收入 谢良真抓实干的作风 改变了村民对他的看法 可就在他要着手 发展集体经济时 2016年5月2号 原单位将 住村期满的他抽回 继续完成手上的课题 此时 集体经济刚起步 谢良一走 村里就没了主心股 2016年6月17号 阿令朝村村民 来到谢良工作的单位 请求他的领导 再次派谢良住村 当时村民还带来了 这份有5-7个 鲜红手印的情愿书 改动啊 因为从我来说 虽然说 因为5年下来 我做了这个事情 但是我 说实话 我觉得 只是做了很少的一部分 或者说 还没有接到什么效果 完了这个穷重也好 组织也好 能够用这种方式 去给去去 让我再次回来 或者说溜我 我觉得真的挺改动 暂时回到阿令朝的谢良 把更多的心思 放到了发展集体经济上 通过调研 谢良决定发展 市场稳定的肉驴养殖 2017年 村里花82万 买下了83头驴 经过两年繁殖 肉驴规模 已经达到135头 那么今年呢 我们想在今年冬季 这个对一些品效不好的 不易受用的 还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个别问题的 通过我们的事业上的 我们观察出来的 我们把它这个淘汰掉 那么通过淘汰了 淘汰它呢 我们今天这个肉驴 这一块今天的手衣 大概我们想达到 销售收入 我们今天想达到20万 我这些时候 我留守会出个去大工 大工将天有明天 我和我又回来了 我回来这么三十年的 招牌的携手机来 两天八七个车 就不过就交流 就给他 将有这个商口 这个也是我的 个人的一个收入 此外 谢良还利用合作社 闲置的两间房 发展石墨面粉 和炸红码自由 两项加在一起 每年又能为村里 提供20万元的纯收入 谢良介绍 集体经济收益的40% 将予于再发展 20%用于村集体公益基金 40%用于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 目前 阿里潮村集体经济 总资产约600多万元 集体经济的发展 无疑让村民们 在脱贫工艺的路上 满足了一大步 谢良自信地告诉记者 2019年 阿里潮村会实现全面脱皮